第八百四十七集 我知晓你等低武未免武者 抵达领武大陆之人 每一个都是从尸山血海中 爬出来的强者 多疑不轻信人 这很正常 我也不多解释 时间异常 你自然明了 听到郑伯和王岐的话 叶辰微微沉思起来 轮回之墓中 兵剑先尊却道 小子应该没事的 一个混元境中期 六个神王境初中期 要奈何你早动手了 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必过多担心 再续一夜 我便可自由掌握力量 届时我可爆发出 全盛时期的一城战力 足以为你平定眼前的任何麻烦 多谢前辈了 叶辰在轮回墓地中 微微抱全示意 此刻 聂百剑和王前天两位师尊 已经没有力量了 唯独剩下兵剑先尊前辈 还剩下战力 算是夜辰最大的底气 只要撑过今天晚上 再面对任何敌人 夜辰都不拒之 这一刻的夜辰 不知不觉中 释放出极强的气势 这股气势仿佛军临天下 威压无双 正准备说些什么的郑伯 更是感觉到了一股冰冷之意 他暗暗心惊 他可比眼前的青年 高出足足三个大境界 入神境之后 一个小境界的差距 便是天欠之分 更何况三个大境界 在整个零五大陆 他从未见过一个年轻人 能释放出如此威胁他的气势 这个夜市天究竟是什么来路 夜小兄弟 你走神了 郑伯可不想和夜辰硬碰硬 便出言道 夜辰听到声音 这才意识到不拖 连忙收回气势 不好意思 刚才在想事情 郑伯点点头 这才扯开话题道 我们家小姐 小姐虽是年纪较小 却是倾国倾城 早已经有无数门派的掌门公子 乃至于其他家族的公子 对他倾慕有加 更甚 还是乾坤之地的十大美人之一 况且小姐的未婚夫 慕风公子 可是日夜期盼小姐而不得见面 其他舞者 若是被小姐亲口下令搭救 恐怕都会欣喜若狂地 一夜睡不着觉啊 祈祷尽快见到小姐 倒是你不仅不惊讶 反而镇定地让我有些诧异 在郑伯看来 夜市天虽然是从第五位面来的人 但是血脉绝对不凡 应该是某个家族 遗漏在第五位面的人 又历经第五位面风云 定力自然超过寻常门派的公子 加之战力无双 寂灭之道堪称奇才 难怪 慕风对小姐垂涎三尺 甚至等候数月 小姐都不曾见慕风一面 却是出言要我等救下夜市天 小姐也不理会外界会如何 更不曾考虑救夜市天 对自己名声是否有损 再加上夜市天刚才身上绽放的气息 必然深藏巨大秘密 小姐这部棋极有可能是一枚关键之棋 当然 一切的前提在于 夜市天这枚棋子必须听话 慕风 夜晨突然想到天陵城城主离开前的话语 来了兴趣问道 恐怕我算是被这位大公子给记恨住了吧 平白无故 夜晨惹上了一个敌人 一个有身份 并且有实力 还是天榜地实的木风 这叫什么事吗 郑伯刚想说什么 外面忽然传出来数十道爆裂声 北宫家族的坐驾显然受到了攻击 什么人 如此胆大包天 连我们的非洲都敢攻击 王岐第一个冲了出去 紧接着夜晨和郑伯也冲出来 入眼的是一群玉空强者 当中数十位神王境武者 背后悬浮出火之神王道 天之神王道 土之神王道 木之神王道等等 数十条神王道 每一条都极其恐怖 简直将天穷都占满了 如此声势 夜晨是第三次见到 第二次便是在神殿中 看见两个门派厮杀 也是数十位神王境强者相互拼杀 可也没有如此声势 第一次是血灵族降临 神王境武者不少 却都没有绽放出神王道 武者以道为最强 帝尊静武者 要做最大攻击时 便会将大道雏形绽放开来 入神境武者也是如此 神王境武者同样 像是神王境五层天的天灵城城主 要释放绝杀一击 灭杀夜晨时 也是将自己的神王道 显化而出 增强自己的战力 而今 数十位神王境强者汇聚 莫不是要开战 郑伯神色冰冷 并非是遭遇强敌不敌 而是满脸不屑 甚至是有种被挑衅的感觉 他微微抬起左手 手心浮现出一道道空间之刃 绽放出绝杀的气息 瞬间笼罩住对面数十位 神王境强者 仿佛只要出手 便能击杀对方一般 他冰冷道 金刀门 七位神王境初中期护法 七位神王境后期 巅峰长老全部都来了 还敢袭击北宫家族的坐驾 意欲何为 是要向我北宫家族开战吗 郑老 你误解了 一道苍老声音传来 声线极为不稳 仿佛下一刻 便要老死一般 很快 一个金刀老者 踏空而来 身边跟随着一个青年 是穆峰 此刻穆峰 站在金刀老者的身边 怒视着夜尘 满脸愤慨 金刀老者赫然 正是金刀门的 太上七长老 穆田波 同样是混元净的大能 穆田波神色冰冷 略微言道 供你的坐驾 并非是要供杀你正老 是我这位后辈 想要找你身边的叶士天 切磋 切磋 毕竟叶士天 也不是北宫家族的人 穆田波作为穆峰的师父之一 从小便疼爱穆峰 对其视为自己的孙子一般培养 刚才听到 有人想要抢穆峰的未婚妻 北宫家族的七小姐 北宫子玉 当即率领了不少护法和长老 来给穆峰撑腰 金刀门和北宫家族的联姻 没有人可以破坏 并且金刀门贵为北宫家族麾下第一大派 岂能让一个低伍未面卑贱之人 靠近高高在上的七小姐 切磋 穆老东西 你倒是对穆峰很看好啊 入神境九层天巅峰 要与帝尊境八层天挑战 切磋 一大七小之名 不错不错 真符合你们金刀门的名声啊 郑伯虽是北宫家族的下人 可也是混元净的下人 更是北宫子玉的护卫队队长 地位看似低下 可却绝不低 哼 夜市天 你这卑贱东西 还不敢出来与我一战 就凭你这低等东西 还要靠近子玉 你够资格吗 穆峰怒骂道 帝尊境八层天的混蛋 有本事出来一战 本公子一招击毙你 此前你能对抗天灵城城主 也不过是依靠外物 本公子要对付天灵城城主 单人不靠仙气都不会输 比你这废物强大千百倍 听着穆峰的怒骂 夜晨似乎明白了什么 正要往前走 郑伯却是拦住他微微摇头 低语道 你伤势为父 不要与他冲突 他是金刀门掌门的儿子 从小习武 战力高强 动用神王器 可跃及对抗神王境 二三层天的人 若是动用血脉 抗衡天灵城城主 难度不大 可你应该会受伤 不着急这一时 郑老误会了 夜晨微微拱手 事宜正老 旋即走了几步 看向了穆峰和穆田波等人 勾勒一道笑容 说道 我算是明白了 你之所以带这么多人 甚至连自己长辈都叫过来 是给自己壮胆吧 我看你爹 估计不在这里 要不然 你都能叫你爹过来 给你撑腰 瞧瞧你什么样子 我没见过北公子玉 更没有与其聊天过 不过是北公子玉 主动找上我 夜晨底气丝毫不差 徐徐说道 看看你这个未婚夫 多没自信 自己未婚妻就一个人 你都气得炸毛 甚至父辈祖辈都叫出来了 想要趁着人多来对付我 你想和我切磋 趁我受伤趁虚而入 简直可笑 若我恢复全盛时期 你目封又算什么东西 夜晨也憋着一股气 被追杀了一天一夜 本来就怒火冲天 没想到刚刚被人救 还被一个少女的手下救了 结果少女的未婚夫就追过来了 合着就像老子抢了他媳妇似的 明明老子见都没见过北公子玉 一句话都没和北公子玉说过 你他妈着急什么呀 夜市天你还敢胡言乱语 本公子保证你活不过今天 木风从小到大都没被人如此言语过 更何况还被一个蝼蚁说算什么东西 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他伸出手指着夜晨一字一句道 夜市天有本事出来一战 出来个屁 夜晨也是气得不行直接说道 你他妈入神境九层天 我弟尊境八层天 你真是够要脸的 我并非拒你 而是这等狗障人士的家伙 老子看不惯 再不给老子道歉 老子回去就把北公子玉给睡了 反正是未婚妻还是娃娃亲 有什么抢不得 这几句话一出来 四下众人都惊骇了 尤其是王岐 以及几位神王境侍卫 看向夜晨 眼神都变了